律師尹尹出席一個慈善畫展 這個展覽別具意義 幾位畫家希望透過畫作 為港人提供正能量 Sharon更加用了十二萬 買了一幅由好友畫家Brennan Wong創作 以極光為題材的畫作 盡顯善心 Sharon都希望自己可以親身體會 這個神奇的天文現象 因為其實北極光 北極光是很多人都去挪威那邊看的 其實挪威我在七、八年前都有去過 但是當時是工作 感覺上還是挪威呢? 覺得那些東西很貴 那裡沒有人的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是 人工很貴 所以去到酒店 有沒有人幫人拿行李 有自己搞 那個印象很冷漠的 但是其實現在近幾年 很多人去看北極光 自己都很希望再重踏這個地方 還有真的覺得北極光給我的感覺 是很浪漫 除了拍照之外 還有如果能夠畫出來 就更加好 如果想再去另一半 你會就餘未必呢? 其實去旅行 對我來說 我當然最喜歡跟另一半去 因為你會最自然 跟朋友去也可以 不過我是很遷就朋友的 變成對著朋友的時候 可能我都 譬如我喜歡吃蟹 他喜歡吃蝦 我就會吃蝦 我OK的 但是對著另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圓形不露 我要吃蟹 不行,我要吃蟹 我覺得最舒服的是這樣 所以都會想跟另一半去的 早前疫情期間 Sharon和很多香港人一樣 都是留守家 現在情況開始舒緩 她都很享受可以重新 和好友聚會的時光 其實都躲起來了很一陣子 大家都躲起來了 不只是我 為大家健康著想 不過近來 放寬之後 的確那些飯股就開始 約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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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以前 那麼大班人 我們自己都很守規矩的 有時都是四至八個 雖然十二個以下 我們都盡量都不會去到十二個 變成 因為分開了 分開了就是這麼多天 要每次八個每次八個 這樣做 但是很開心 其實見到一些朋友 覺得好像狗別重逢 以前每個月吃一次飯 現在要幾個月才見一次 我覺得更加珍惜 其實每次出去我都會 扮一下美麗的 真的很久沒扮過美麗 說真的 很久沒去過一些慈善宴會 都沒有了 一些就職典禮也沒有了 即有一些宴會 你沒有宴會就不用扮美麗 其實都 引起一支眉筆 好像之前都沒什麼心機 今天戴上口罩 現在就會多一些聚會的時候 趁機會穿一下美麗的衣服 Sharon又表示 現在網上美容生意 都有和很多KOL合作 希望拓展不同平台 吸引更多粉絲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